来看到小学三年级和五年级居然是性侵七岁女童 这是在彰化有一对表兄弟 六年前读国小的时候在家里头偷看成人影片 还很好奇模仿剧中情节 连续性侵一名七岁女童 直到去年呢 女童上性教育课程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被性侵了 由于当时男童都不满十四岁 法官判两名男童的父母要赔五十五万 像懵懂年纪 一对表兄弟六年前就读国小时 趁着家人不在偷看A片 好奇的模仿剧中情节 竟然性侵寄居家中的七岁女童 两位男童当时一个是小五一个小三 11岁跟9岁这样子看A片 好奇去模仿情节 对七岁的女童 就是有性侵害猥亵的这些动作 实在离谱 家长疏于注意 两个男童闯大祸造成伤害 直到去年女童上性教育课 才知道年幼时遭到这对表兄弟性侵 向老实反应 女童的父母离异 父亲送货四处奔波 将女童托付给女性有人照顾 没想到常玩在一起的两个表兄弟 竟然偷看大人的A片 趁家里没人 对女童上下棘手 甚至性侵 在法庭上还说 记不清楚性侵女童几次了 由于案发时 两名男童都未满14岁 没有刑事责任 法官训诫之后交由父母带回 民事责任判赔55万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